大家好我是蔡律师我们在新闻名律师事务所我们这个视频的题目是我多久能够拿到绿卡 那这个呢是我们的客户以及其他申请人经常问我们律所的问题啊 那我们看到呢过去一段时间绿卡的排期呢前进比较缓慢或者有这个停滞啊 那所以很多人呢关心这样的问题 那现在呢是2023年的7月啊 我们根据当前的情况啊录制一下这个视频解答大家的问题 那简单来说呢目前的情况是 1B1类别排期一年半左右 1B2 1B3类别排期四年左右啊 那么目前的趋势呢是这个等待时间在缓慢延长 同时呢我们还希望强调啊 不要因为这件事情太多的影响个人的生活 这个事情呢可能也不像说有一些网上自媒体啊 或者是其他的帖子啊等等 有一些人的观点啊这样的啊 可能比较偏激啊讲到说啊 要八年十年啊这个呢我们认为不会发生 好那么下面呢我们具体来讨论一下 根据目前呢这个移民局公布的情况 1B1类别接触人才和跨国公司经理这方面呢现在来自中国的申请人呢 排期到2022年的上半年 1B2和1B3的类别呢啊大概是在2019年前后 所以像前面讲到1B1类别呢一年半左右啊 1B2和1B3类别四年左右啊 1B2和1B3呢因为存在可以有这个升降级 所以呢二者呢这个区别不会太大 那么今后会怎么样呢 那我们看到呢总体来说因为啊 啊 僧多周韶来自全世界的人呢 现在呃申请美国绿卡 尤其在这个疫情以后啊 人数有这个反弹会增加 同时呢呃比如说来自亲属移民的剩余名额 来自其他国家的剩余名额 这些数量呢也都在减少甚至消失 所以呢两个趋势综合起来 呃绿卡排期呢呃这个时间可能会缓慢延长 同时呢我们也强调呃这个提醒大家 比如说像1B2类别排期时间 在过去十年里面排期呢都是这个四年左右啊 没有太长的变化啊 那好多人呢拿出各种公式来计算啊 说7排期会怎么样变化 那这个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 但我认为呢不是很靠得住 为什么呢很简单 因为你这个原始数据啊 那就不一定可靠 还有很多其他的变量 经常大家听到的一个说法叫 garbage in garbage out 因为你这个数据 比如说呃来自世界其他国家的人 有多少人申请 比如说原来已经办了1B2的人 又有多少啊改办了1B1啊 那有多少呢是夫妻两个人都申请的 有多少人是申请到一半 然后又决定放弃的啊等等 那这些变量啊那都很难 估计其实比较可靠的呢是过去若干年的啊实际的排期情况 这个我们刚才已经解释了对吧 1B1很多时候没有排期 有排期的呢相对是比较短的时间啊 那NIW像这样EB2啊这些类别呢 过去若干年里啊大部分时间呢排期都在四年左右 然后我记得大概至少五六年前就有的人说 NiW以后排期要八年十年啊 那么过了这些年呢并没有真正变成这样啊 这是一那是我们的这个一个估计啊 这些是职业移民 亲属移民呢到我们确实看到排期等待时间比原来更长一些 其中呢F2A类别绿卡持有人的配偶和未成年子女啊 现在呢按照filing date啊或者叫表B啊 还是没有排期的 但是表A呢排期时间比较长啊 那么申请人啊可以抓紧时间考虑 如果你qualify那么尽快申请这个类别 那当然总体来说吧 那对于个人来说 那如果你符合绿卡申请的条件 那么心动不如行动 当然是尽快来申请比较好 对吧 把握自己能够把握的地方 对吧 那你整天这个研究说这个排期的走向 像一个玄学的事情一样 可能也没有什么实际的用处啊 对吧 像以前啊我们就提到过宗教的信仰者提到说 希望呢神赐给他智慧 赐给他勇气 说能够改变自己能改变的 然后赐给他宁静 说能够接受自己不能改变的地方 然后呢赐给他智慧 说能够分辨二者的区别 那么绿卡排期显然呢 个人一般来说呢 你没有什么办法能够改变 那么个人改变的只是自己的情况啊 一个是自己的背景 对吧 我是否能够申请 另外呢是自己的心态 对吧 那么总体来说 对吧 这个马照跑舞照跳 即使还没有绿卡的时候 那你一样可以有很多办法在美国继续工作 比如说我们知道这个AC21入 那你的工作签证只要140批了 那你可以一直延续下去 可以超过六年 然后呢 配偶也可以用H4EAD 还有其他的各种办法 包括OPT CPT O1签证 其他的签证等等 甚至呢 中间如果说短期离开美国 去加拿大 去中国 其他国家 那么过后 你这个绿卡申请还可以继续进行 所以呢 还是有很多选项 这一定程度呢 比如就像这个股票交易 对吧 那有的人天天交易 贪婪和恐惧并存 那买入了这个股票呢 他第二天马上就卖掉了啊 或者当天就卖掉了 对吧 那这样的呢 实际上往往不如这个Buy and Hold 对吧 那好多东西人算不如天算 对吧 那比如说在 现在我们是2023年的7月 在过去的半年里 美国的股市上涨了很多 对吧 纳斯达克上涨了三分之一以上 这个恐怕大多数人 在半年以前是没有预料到 现在在美国哪怕没有绿卡 你也可以一样可以工作 可以投资股市 可以做很多事情 当然确实有各种限制 但是呢 像前面讲到的 有的时候呢 这个是个人无法改变的 那与其非常焦虑的 等待这个排期 计算排期 那影响到生活 影响到个人的其他的地方啊 那不如呢 把这样的精力 放在工作生活 这些地方 对吧 世界首富马斯克 他也是出生在美国境外的 那原来呢 自己讲到说上大学的时候 或者开始的时候也曾经做过这种小时工啊 然后一小时可能付的钱很少的 只要有对自己的信心啊 你这个不断的有这样的发展啊 那不见得要纠结于当前的这样的状态啊 那总体来说呢 这个新的财政年度开始啊 等到10月1号以后呢 我们预计会有一些变化 第一排期会前进 第二移民局对于职业移民 也有可能能够使用表B filing date 然后这样的话呢 对一些申请人会有帮助 那至于什么是表A 什么是表B等等 这些基本的问题啊 排期 什么是priority date 什么是cut off date 什么是visability 对吧 大家可以这个在网上搜索一下啊 找到这方面的基本的信息啊 那这个我们这个视频呢 刚才讲到一个是给大家review一下当前的排期的状况 另外呢 我们对于排期形式的预测啊 估计呢 排期长度可能会缓慢增加 但是呢 总体来说还是可控的 更重要的是调整心态 在等待排期期间 对于个人的事业发展 生活在这些方面啊 更多的着重啊 有更好的发展 好 那有更多的问题可以联系我们 谢谢 谢谢 谢谢